然后私密帮我填得像一个男人的身子机挂下来一样 王小姐为了给自己全身改造 听信了医美中介的花言巧语 她通过贷款来做整形手术 甚至包括私密部位 王小姐在整形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身体都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半年之久 却不想通过整容医院 所整形的部位都出现问题 尤其是自己的私密部位 让她愤怒又难以启齿 王小姐严重怀疑自己掉进了 整形医院和中介设计的圈套 于是急忙查自己贷款的信息 却发现了隐藏的问题 王宁是表示自己没有在医院 做过关于鼻子之类的任何的手术 但贷款信息上面却清楚地写着是鼻部手术所贷的款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到底是不是医院和中介的陷阱呢 正当王小姐在发现不对时 她就搏打了1245热线投诉举报 举报电话打完不久 带领王小姐去整形的那名中介 就气急败坏地打了电话过来 语气十分蛮横 王小姐撤诉 中介的威胁让王小姐感到无奈 然后私密帮我填得像一个男的身子气挂下来一样 王小姐表示 刚开始自己只是接受了脂肪填胸 如运缩小 私密整形 大腿欢膝等一些整形手术 但是她对整容结果很不满意 也就在这时 中介建议她通过贷款来进一步深入整形 王小姐听信了中介 并通过贷款 直接带了6万元做整形 在贷款软件上显示的是 王小姐做的是鼻部整形 却不想整成了一个男人 王小姐要求医院提供发票以及病例时 却遭到了整形医院的百般阻挠 王小姐说 在整形完之后 大腿环膝凸不平 需要抽脂肪的后背没有抽 其他整形的地方更是出现了不成度的损坏 王小姐的数前后的检查结果显示 根据医院数前采抄结论 双侧乳腺出现了轻度小叶增生 两侧乳腺现在更是多发囊性节节 王小姐前后检查报告有很大的差异 对于王小姐整形手术失败这件事 医院却说是王小姐的胸太大 才导致的伤口破裂 并且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中介边身上 却不想中介居然承认了 中介表示自己也有责任 还说愿意拿出一万元补偿王女士 但手术毕竟是在王小姐身上的 所有的不是以及疼痛感 只有她自己才清楚 王小姐以心只想要修复好 调查院带着王小姐的诉求 随后来到这家整形医院 经过调解 医院的一名负责人表示 对于王小姐的诉求 他们会妥善处理 最终王小姐在调解员的帮助下 拿到了院方出具的手术修复书 以及一万元的赔偿 爱美之心人皆幼稚 但自身的样貌是父母给的 不必为了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梦 甚至让自己背负债务 对此 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